另外,凤凰舞蹈音乐学校及BC Ballet舞蹈学院在西温哥华举办凤凰之舞年度会演,为热爱舞蹈艺术的学生们提供了展现风采、培养自信的舞台。 凤凰舞蹈音乐学校以及BC Ballet舞蹈学院由舞蹈演员尹思婷于2014年创建。 尹思婷指出,学校拥有强大的师资力量,学校学生们的舞蹈考级通过率为100%,优秀率为80%,希望在未来,学生们能够通过他们的舞蹈特长敲开藤校之门。 我们学校主要是培养一些专业的人才,那对舞蹈专业是有一些理想的,未来也想通过舞蹈进入一些藤校。 学校超过100名4至18岁的学生,为现场300多名观众献上了包括中国舞、芭蕾舞、街舞在内的多个类别的舞蹈表演,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高度赞扬。 舞蹈对于展示孩子自己的自信,帮助他们建立一种自律和团队合作的精神特别重要,这也是我特别看重的。 我们是每周大概五天的时间,从白石跑到Bernaby来跳舞,虽然很辛苦,但是孩子在最近这两年取得了很多的成绩。 凤凰舞蹈音乐学校还将于6月25日至7月4日带领学生们在纽约开展舞蹈艺术夏丽莹,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舞者一同交流学习。 凤凤华卫视苏惠文、黄山、温哥华报道。